接下来带您来欣赏超过近百件的崔如卓水化作品 崔如卓生于北京 1981年定居美国 曾执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早年取法石涛八大山人 胡昌硕 附报时等历代大师 后拜入国画大师李古城门下 书法则施成书法家郑宋仙 从20世纪八零年代开始收藏历代艺术大师的书画精品 产品难过颂元明清到近现代大师的书画精品 数量颇丰 在美国期间 崔如卓的书画作品 在国际展览中屡获艺术成就奖 并被美国前总统雷根 前国务卿基辛格 陈湘美女士 宋美玲女士 贝利明博士 王永庆先生 奥业大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泰国王室和联合国及亚洲 欧洲 美洲等 几十颗博物馆 美术馆 高等学补收藏 1989年 崔如卓在历史博物馆举办大型个人书画展 当时副总统谢东宁为其剪彩 这是中国画家第一人 2012年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大写神州 崔如卓书画展 李瑞环为其提字既往开来一大家 法杰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